载编自轰动日本的日虎 日本雅虎知识家提问内容 真人话爆笑又奇特的趣味情节 荣参奶奶婚后首度复出大荧幕之作 诠释每天将装死当兴趣的古怪老婆 展现黑色幽默演技 最红国民绿叶安田显首度与荣参 荣参奶奶饰演夫妇 挑战每天的崩溃极限 一回家就看到我老婆在装死 这个根本就是什么呢 好看一下 发问的 日本雅虎知识家每天有各式各样的提问和回复 目前就数2010年7月17号投稿的问题 最令人惊奇啦 发问的问题是关于老婆每天都会装死的事 老婆不仅用了假血浆 还穿着军服洋装成士兵的尸体 不断尝试精力的死法 不清楚妻子意图的丈夫只好寻求网友的接触 老婆想要到底是什么呢 到底要持续装死到什么时候呢 丈夫到底能不能从雅虎知识家中找到解决的答案了 诶 里面有这一段吗 有这一段吗安西 他有上网去问吗 我记得好像没有啊 我很久很久以前就有听说 日本雅虎知识家真的有这件事情 很久很久以前就听说了 2010年其实也8年了啦 对啊 超久了 但是好吧 来先让安西讲一讲好了 你开完这部片有没有什么评评 我觉得 就是期待有点落空 因为他之前电影宣传的时候说 电影会有意想不到的温馨反差 但是那个反差其实在电影里面是没有呈现出来的 对就是说 就是前面会用了一堆装死的梗 就是会认为说老婆这么做一定会有什么 他很重大的意义或是一个很大的转折 后来其实他在解释那个装死的 老婆要装死的动机其实也没有讲得非常清晰这样 这是让我有点态然所思的 态然若失啊 若失的 对 对 所以就是这样吗 还有吗 还有要补充吗 对 呃 目前就这样了 对 就这样 因为我有看 但是我就讲一下 但是我真的要非常的抱歉 因为 我也不知道我是太累了还是 我在这部片我在看到大概大概30分钟之后啊 我眼皮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沉重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我不太清楚是因为影片的关系还是场所的原因啊 因为我坐的那个位置是比较边边 然后那个喇叭的声音其实有点空灵 你知道吗 对 对 当你知道空灵的时候你就很容易会 有 有 不是催情 是催眠的效果 对 所以 催情 他必须要找出一个 因为他的梗 最大的梗就是老婆每天装死 真的回家以后就是会看到各种奇怪的东西这样 可是这个我们在预告片已经看过了 你知道啊 就是所以他必须在故事里面 要想办法去圆这件事情 为什么他要装死 你知道吗 可是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有趣的就是他去问荣昌奈奈啊 然后荣昌奈奈也没有要回答他的意思 对 然后就这样撑了大概 对 这部片有两个钟头吗 对 有到两个钟头 有到两个钟头 对 所以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有一点 有一点辛苦啊 你知道吗 太硬撑了 但是他还有很多其他的部分进来 就是他还有讲一些那种 比如说他的同事 和老婆 嗯 还有他其实有问说 比如说他觉得说 是不是老婆在家里面太无聊啊 所以就问他要不要去打工 然后他去打工以后 就还有遇到他打工家里面的人的事情 然后老公的那个 他去打工的地方是个洗衣店 然后洗衣店里面的老板很老很老 也是个单身这样子 嗯 所以 嗯 就都在讲他们的日常这样子 那 最后 其实我大概也有看 有看出来一个解读啊 因为他最后一个 一个比较感人的部分是 女孩子的爸爸那边 就他公公那边 就是他去 就是公公生病啊 然后公公突然间跟他讲那个 女孩子小的时候的事情 这样子 因为他们家是 因为他有讲到他们家是单亲家庭 单亲家庭 然后其实那个先生呢 就是爸爸他 在那个 太太过世的时候啊 然后他其实心里面就非常非常难过 回到家会哭啊 然后什么 然后他说突然间那个时候呢 女儿就会开始高拐 就会开始跟他玩桌米堂这件事情 然后 男主角那个时候才恍然大悟 这样算破梗吗 但是这个 因为这件事情真的是 这部片从头到尾 其实是很温很温的片 你就是看他的日常 可是因为他的日常本身呢 也有点松散 就是不是很有重点 所以你会变成说 你有点抓不到他到底要干嘛 所以 我觉得有一种 我觉得我后来有点恍真 也可能跟这个有点关系 因为他的剧情真的很瘦 就是虽然说日本很多电影 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走那个 日常系路线 你知道我觉得日本的那个什么 在日本电影很容易讲日常 就一直在讲日常 然后试着从日常去讲出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 就是你就是要让观众 然后从他的日常慢慢去了解说 他原来是怎么样的人 怎么样的 然后也许很多时候 剧中的人都还没有感觉到 最后该怎么做 可是所有的观众 可能都会知道说 最后要怎么样 然后这个是他们在玩日常系的 的那个电影 常做的事情 可是这一次真的是非常特别 我到最后也还是不知道 他到底 太太为什么要装死 就我只能够很 可能去摸说 可能是怎么样子吧 但是我也不太确定自己是不是对 对 对啊 然后好 但是这部片绝对是有看点 因为总常在太可爱了 我看这部片 觉得最那个 最不可思议的 就是这个老公 因为这部片 老公一直都是处于非常非常 忧郁的状态 他他就常常就是非常的 就是我常常看到他表现出来的感情 就是疑惑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不耐烦 然后我身为观众 我都会很不爽 你有什么好不耐烦的 你的太太是容苍奈奈奈 你的太太很可爱又很正 然后他做这件事情 你应该很开心的才对 你怎么都一直 那个PPT上有一句话 就是说每一个美女 背后都有干他干到面男人 好吧 就是我们在看这个表面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 因为我们也看到他的日常 他日常就是真的是一个 非常天然的女生 所以你会觉得 哇 你怎么不赶快对他做些什么呢 你为什么要在那边疑惑 然后为什么要骂他呢 你应该要立刻对他做些什么 然后报警处理之类的 可是就没有 然后我每次看的时候 我觉得这部片最没说服力的就是 就是老公 我不知道老公为什么 我不知道老公在不爽些什么 理论上就是他每次那些场景 这样子出来的时候 我们都很好 我们都很开心啊 为什么你就不开心 我到最后就一直都不明白 他忧郁的点在哪里 所以他也有 就是男主角一开始有在讲说 为什么他 他一直在思考婚姻这件事情 该怎么继续下去 因为他之前 他是再婚的 他之前的老婆是突然间不见 对 那所以他 娶了第二个老婆的时候 其实 就一直在想 所以还甚至还跟他约定说 我们三年以后 我们来 我们来检验一下 这样子 看我们还不要再一块之类 所以他其实是感觉起来就是一个很 很无情很无情的男人 或者他常常就是 处于一个百无聊赖的状态 可是 有可能他其实是 他其实是本身 其实是不太习惯去面对女性的那种男人 他只是 对他很闷 他是一个非常 可是我又觉得 那这样你到底是怎么追到容昌奈奈奈 就是一个这两个人在凑对上面感觉起来就是他们个性相差如此之多 到底是怎么在一块 所以中间里面有很努力在讲他们两个到底怎么在一起 可是我其实老实说 说老实话我觉得没什么说服力 你知道吗 就是 他应该要有一些地方让容昌奈奈奈真的很爱他 可是我其实觉得容昌奈奈 好像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人 他没有很喜欢 就是我没有感受到容昌奈奈被电到啊 或者是爱了他 或者什么的 他一直都很云淡风惊的感觉 像个女神一样 就是这种 有点像是像贝尔丹丽跟盈一的那种感觉 如果你们有看过女神事物所的话 那个漫画 就是你会觉得女神好像 女神为什么要跟盈一在一块 因为 因为 那个什么 神明大人 就是 就是我看不出来他到底从哪里爱上他 你知道 雖然那个贝尔丹丽老师在讲说盈一很温柔 可是我一直都不知道说 为什么 贝尔丹丽要喜欢盈一 你知道 这就是一个平凡人 然后那个什么 跟一个超级漂亮太太的一个故事 对 可是我 看不太出来超级漂亮的太太她是 怎么喜欢上她 雖然里面有几段是 好像是可爱的内容 可是 那个情感面 我觉得没有 没有拉起来 所以我到最后我只能够接受这个设定 就接受就是好像是那个 剧本这样写的 对不对 他就是他老公 你不要想那么多 可是因为这样子 他们两个人就没有化学作用啊 所以到最后我就一直在看那个 荣昌奈奈奈 装各种装饰的 那个 可爱的东西 然后那个是 那个是这部片里面最可爱的点 但是呢 就是大概 我算得出来这个点 就是六七个点 这样子 就真的回家看看一下她 就是 其实她装饰也没有装得很脏 没有装得非常的夸张 这不是伏贴熊衣的电影 这不是那种 银魂那种东西啊 所以这容昌奈奈奈的装饰 其实装得非常的 有气质 有气质 就是他死就死的美美 这样子 对 然后北上男主角他开始要跟他一起 演的时候 我也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状态 我就犯了尴尬 我觉得好奇怪哦 你们两个都没 因为 也许用福田雄一的方式去表 去展现 可能更可能会更有趣吧 会很夸张 但是边的就是感觉像一个 好像有点放不开的感觉 两边的人都有点放不开 但是他还是很好看 因为容常奈奈奈奈超可爱 然后这些装饰的跟这个片段也很有趣 也许你们可以那个吧 了解到我以前我要没有没有感受到的部分 你知道我中间咪了一小段时间 OK 好 这个 每天回家老婆都在装饰 互补 有可能是互补 但是我其实也希望说他能够告诉我更多 为什么他们互补的原因 因為我覺得好像 我需要更多更多說服我的東西 OK本週新片 每天回家 對裡面他因為我覺得他有點在強調那個 那個老婆裝死的成本這件事情 就是每次老公回來又看到那個老婆裝死的就是先驚訝完嗎 或是先抱怨完或是先跟他表演完然後接下來的事情幹嘛 偷偷看他到底買那個東西花多少錢 然後我覺得很有趣都很便宜 可能本來是五萬塊日圓然後畫一個 畫一條線都只有八百 我都在懷疑說那個東西到怎麼可能這麼便宜那個應該是 從常常來自己叫人家標的 就像我們以前 買模型啊我去買巨模型店買模型常常看到很多先生啊 想要買模型 可是他都要 都要拜託老闆幫忙 幹嘛 把那個標籤換成比較便宜 少一個零 因為這樣老婆才不會教 因為老婆會老婆會沒辦法想像說 買一台買一顆模型要這麼貴 要花這麼多錢 於是三千塊的模型變三百元 這代表這個這位老婆雖然愛搞怪但是他 還是有注意到家裡的經濟壓力不會 這個賢妻良母 他有特別去強調說 他其實很省啊 你知道嗎 這個賢妻良母 是賢妻良母 可是我又覺得這個東西是不是老婆偷偷叫人家 因為老公第一件事就是接下來都是看標籤啊 可是老公很在意嘛 你知道嗎 然後我看一下還有什麼 范寶哲跟那個什麼 講范寶哲 這個應該莫左右看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哦 有一個孩子 明明著他母親 讓你認同你 勇敢的孩子 愛上自然的 共感希望 把他心 看完你 心裡善良